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哥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分析物業管理股,初哥要掌握物業管理面積的情況 當中要懂得分辨什麼是在管面積、合約面積和儲備面積 在管面積是指物業管理公司目前在管理的物業樓面面積 物業管理公司的增長主要是來自在管面積持續增加 一般而言,公司主要有兩大途徑去擴大在管面積 分別是來自母公司新盤落成,以及收購其他物業管理公司 至於合約面積是包括已交付和未交付給公司管理的建築面積 由於合約面積當中包含未交付的樓面 可以視為在管面積的先行指標 將合約面積減減到在管面積就是儲備面積 這個數字可以反映公司未來在管面積增長有多少 以碧桂園服務為例,截至2019年中 在管面積有2.17億平方米 合約面積高達5.84億平方米 換言之儲備面積即是有3.67億平方米 儲備面積除以在管面積的比例高達1.7倍 意味著碧桂園服務未正式接手的管理面積 比在管面積多1.7倍 大大增加了公司業務增長的透明度 總結而言,分析物業管理股 要留意在管面積、合約面積以及儲備面積的情況 從而了解公司的增長前景